還是沒有幫忙的球員回來 如果球員有惡性不願意回來幫忙 這個絕對是事情的開始 哇 剛才手一甩 雙刀火器也出現了 綁家裡在防守Dry Out的時候 兩個糾纏在一塊 不關你的事啊 Camella 你在幹什麼啊 昨天快艇的比賽也 跟雷霆的比賽也不關Mike Barnes的事情啊 結果是他跳出來吧 報仇 我硬要扯下了 所以我推了他一把 他推了以後呢 他又走開了 但雷霆這個犯規的確是 有點太過用力了一點 所以現在雙方都被抓了一次技術範球 Double Technical 當然就是Bak Miani以及 Dwight Howard 我Melo千萬不要過 我只有出手三次了 剛才他也一對一的單打打打打 下半場 你可不可以在防守上面 會不會繼續對他做Double Team呢 覺得也是可以來觀察 的確喔 不過很明顯的一看得出來 我覺得在下半場的第一波攻擊 第一件事做什麼 把球球給Wight Howard 因為上半場 他們覺得在半場攻擊的時候 始終Wight Howard的時間太少 所以這個也是呢 這個Kevin McKell常常會使用的東西 剛剛終結了對方一波15-0之後 然後Rollis的出手短 Rolli棒連手刀 抓到直接長傳前場 給堅長 自己再抓到 再給江洛總總總補進 也讓左手球員 站在場地的足球命中比不好 好 然後不信心 還是要來挑戰Fengli 他目前已經抓下了 10個籃板球了 在D5的狀況之下 其實在第一節持球 次數是有了 第三節上來以後呢 還沒有這麼的上回到 這球也發 目前有9x5的這個 單場的拔球命中比 很可怕 他不是一個火箭隊 跟這一下 那麼第二球是沒有拔球 不過這個主流 他只要硬撿球 他真的藍狂旁邊 Rollis 打動作決定 帶一步之後 交給底線的林舒豪 有了 多用點腿 打動作決定 帶一步之後 交給底線的林舒豪 有了 多用點腿啊 有用啊 心力是很低的 是 林舒豪切到進軍了 拉桿出手沒進 像裁判要犯規也沒有給 所以這集的林舒豪 並沒有太多得分的指頭進了 林舒豪跟哈德兩個位置很接近 切到進軍 歐五 哈德兩個位置很接近 切到進軍歐五 術球我們也提到火箭隊常常在第四節的時候有點疲軟 所以現在第四節是關鍵 剩下五秒之後結束時 對關鍵拔起 這是一擊 扎實了三分 所以現在第四節是關鍵 剩下五秒之後結束時 對關鍵拔起 這是一擊 扎實了三分九 沒有錯啊 你看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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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